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出席 與湖北省政協港區委員的交流座談會 分享香港與湖北省 如何參與大灣區發展 和共同構建良好合作 他談到幾個關鍵詞 提升、對接、往前靠和到現場 多修幾個碼頭 把跟土量翻一翻 這不叫提升 我們要往這個廠制鏈的上流走 倫敦這個國際航運中心 完全沒有製裝下碼頭 人家做高產值的國際航運服務工作 傳播的買賣、租賃、主持登記、保險、融資 要是香港從現在的航運中心 轉型成為倫敦的航運中心 我們就提升 至於如何提升 CY就以深圳前海為例 他早前曾帶同香港的專家 物流業、零售業等商會到前海考察 他看到前海可以如何幫香港提升 又如何做對接工作 既對接還要全面對接 越來當去建設 我現在正在組織向一個十幾個人的代表團 業界的到深圳 跟深圳市政府對接 有必要的話呢 我們就去北京 爭取北京給深圳一些政策 我們希望在前海這個平台上 深感合作 打造一些全國性的航運服務業的一個基地 打造屬於我們中文自己的 跟航運有關的 現代高端的服務業 CY提到 現時香港和內地其他城市合作 最大的阻礙是不知道 CY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大灣區基於很多 香港人包括代表我們的商會 代表我們產業的商會 專業團體等等 不到現場 有疫情好沒有疫情好 我們蹲在香港 我們再開一百次研討會 沒用 我們必須往前趕 必須到現場 你才可以跟當地的企業 政府機構等等 建立關係 與會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會長 謝駿銘表示 香港人具體對大灣區怎樣發展 南沙怎樣發展 在這個概念上未必清楚 尤其是年輕人 我們年輕人總是感覺到 我在香港 好像這個出路在什麼地方 這個發展的方向在什麼地方 根據我們國家整個發展的規劃來講 未來的發展可能真的就是在大灣區 在南沙 一個湖北如何全面的對接 香港和南沙大灣區 另外就是我們如何去提升 香港和大灣區和南沙的合作 我這點來講是很關鍵重要的 在CY的倡議之下 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 在今年4月成立 吸引18個香港商會 專業團體和其他組織入住服務中心 最新更加有兩個團體 已經派了人去到當地 CY表示 這個就是香港往前靠的做法 而對香港年輕人來說 往前靠同樣適用嗎 我們年輕人的學業 在他畢業之後 和他的事業發展 有個嚴重的錯配 為什麼我們要投身 約港和大灣區的發展和建設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讓我們年輕一代 在學有所存之後 有更好的機會做到學以致用 從西九龍的高鐵站 做高鐵35分鐘 就到了南沙的青森島 隨時可以當天來會 在倫敦大學畢業的學生 也不一定要躲在倫敦 而是到倫敦以外的其他城市 追出他的夢想